這塊是什麼呢? 當然了,你多好想像力都想像不到這塊是什麼 這塊會不會好一點? 還是搞不定,是吧? 沾沾的這塊是什麼呢? 看看它未重建之前的樣子 你就明白為什麼它不重建 以它這個狀態 應該很難吸引到成千上萬的遊客 山長水遠去看它 雖然有靈氣是重要的 但是也要吃飯的 多工整 不用想像就知道 這種是瑪雅金字塔 那時候在墨西哥的一個地方叫Kozumel 這個就是當時我去了墨西哥Kozumel這個地方 那個瑪雅金字塔 不知道這個金字塔竟然有機會 其實是後期現代人 用機器重建的 其實想都想到 你看看它的梯級 它的靈角 這麼工整 怎麼會是幾千年前呢? 是不是? 但人總是願意相信它想相信的東西 這些不是一些假的廢墟 但它們根本就不是這樣的樣子 其實也沒有人跟你提及過 它們是被重建過的 沒有花沒有假 這些是 重建之前是這樣的樣子 重建完之後就整整齊齊 你看這位伯母 她覺得她真的很接近馬雅文化 因為她一次的古蹟 真的不是簡單 因為她們不知為何都是 是很遠離聞名的 是要給很貴的機票錢 可以想像墨西哥是要多少錢呢? 很像層層一樣 好像真是堅 因為她很抹黑 但是真的不知道原裝是否這樣 所以現在很看得開的 有些地方未必可以有能力 或者資源可以去 例如像墨西哥的中美洲地方 那你又要打針 要打Yellow fever 為了拿到簽證去南美洲 我都吃了一劑這些Yellow fever的疫苗 但是如果你是坐郵輪去南美洲 或者中美洲 你只是這樣上岸 它好像也不用你要簽證 你有美國簽證就可以了 因為坐郵輪上船 你去那些part of call 它是不用給你的護照 亦都是不會需要有簽證 這些全部是很大風險的免疫針 不打那些又不能去 超過65歲又不能打那些針 那就是其實 你要去就好去 但是當你了解到 這些地方很多時候 分分鐘都是重建 那真的是放下 又不用這麼執著 在電腦看這些片 都可以感受氣息 去到現場又熱 你又好累又好 所以當你知道這些古蹟 很多時候都是被現代人 重建之後其實是很釋懷的 去現場看也不是很大損失的 請你喜歡這個影片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